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害怕 而是觉得中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呢 有可能带来希望 毛在最后的这个十年的统治中啊 他发动了全国人民开展什么武陕西金黄大革命 搞得是天翻地覆 而我们家首当其冲 父亲李红林是这个中共的政治理论家 文革前呢 给毛泽东编书 现在文革中又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帮 全家就这个1969年被从北京赶出来下放到河北 在农村做非常繁重的这个体力劳动 吃着略等食物 勉强维生 随着这个无产级瓦拉命的不断的取得新的胜利 我们家的情况是每况愈下 便卖一些这多年存下来的家具 什么维生啊 穷的最后买不起手纸 用这个父亲保留的这个现装书啊 那个纸来这个呃 代替啊 到这个毛去世的时候 家里是几乎一无所有 而我自己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九岁 后来就在农村这个颠颇多年 连个正经学校都没念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毛的去世 肯定也不可能使我们家和我的这个境地更坏吧 毛去世的时候呢 我正在这个中共的军队里当兵 确切的说呢 是在石子庄一所军政干校的警通连 叫警卫通信连 在大门口有站岗 但这并不是我这个当时参军这个所要做的啊 我当时呢 当的是美术兵 在当时的中国啊 经济被毛的极左政策基本摧毁 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这个中学毕业生 所以毛泽东就下令 把中学毕业生通通的赶到农村去 而当兵就成为这个逃避下乡最佳的选择 所有的年轻人都纷纷的想参军 竞争激烈 俗话说啊 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 在当时的中国别说好男了 好女都争着去当兵啊 可见社会之扭曲 年轻人之没有出路 而在这个竞争中呢 会美术则有特殊的优势 毛痛恨知识 在他的统治下 学校被折腾的乱七八糟 教育基本死亡 但是某些文艺啊 却非常的这个发达 因为这毒栽者需要用革命文艺来 为其这个歌功颂德和这个斗姿批修 当时大量的年轻人没别的事可做 纷纷的学这个画画和这个学音乐 而我从小就爱画画 文革一开始 我就更认真的学习这个绘画 而且在这个1971年到73年间呢 我在这个天津汉古师范学校的 这美术班呢还学习 后来在这个73到75年间呢 我在家待业 天天就是画画 而且呢还吵着让父亲给我介绍老师 在当时的中国啊 是不可能这个付钱找私人老师的 这个私人老师教学生 都是免费的 这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的中国啊 今天的中国啊 简直不可思议啊 不收钱的画家有什么动力收学生啊 我想当时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人情 关系人情的力量啊 第二个是艺术家对艺术的这种奉献精神 毛泽东的这个斗争哲学 虽然摧毁了正常的人际关系 但很多人的这个人性没有泯灭 除了从功力出发的交往以外呢 还是有这个真诚的友谊存在了 热爱艺术的画家和音乐家 总是愿意培养有天才 肯用功的学生 把他们的艺术传下去 1973年 我父亲从这个农村被解放出来 在这个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任职 就通过他的好友 帮我介绍了几位这个河北的画家做老师 我曾师从宁大名谢之高二位先生 这两位均是一流的画家 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现代美术的训练 写实造诣极高 他们看我是如此可笑 就让我到他们这个画室里观摩写生 这是最珍贵的机会 在这一阶段我打下了素描和写生的基础 也画了好多这个革命作品 比如说有一幅叫雪中送炭 就画着这个冒着风雪送毛雪 还一幅是这个歌颂老干部下乡到武器干校的画 这些作品呢被选入世界装饰的这美术展览 当时我在这个年轻人中啊 当地的年轻人中啊 算是基本功好的画的好的 1974年底 这个军队的各个这个单位啊 就到石石庄征兵 都需要美术兵 我就成了抢手的征兵对象 我就是这样在1975年被征到了石石庄军政干校当美术兵 我被分在这个政治部宣传处的电影队 主要的工作呢是给军人和当地老百姓放电影 我们呢 但是我们能领到的这个电影啊都是老掉牙了 总是那么几部革命片 观众们早就把每部电影的这个内容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放电影 这大伙就跟着电影同步模仿其中的情节 比如说地道站中有一个这是高老钟 这个一路小跑啊 去这个敲钟报告鬼 鬼子进庄的这个情节啊 那全场观众不仅模仿 还大声唱着改编的这个配曲 老头快点跑 别叫鬼子抓住了 甭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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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 非常这个搞笑 当时这个老乡们啊 一看我们来放电影 就说 哎 军政干校的电影不用看 小兵张嘎地道战 除了放电影以外呢 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画这个政治宣传画 我在军队画过反这个批凳 反击右倾方案封的画 但时间不长呢 我这个因为资产机思想严重 生活拉搭和这个态度骄傲 就被从这个政治部 宣传给轰出去了 送到这个警卫通讯联站岗 在这个军队机关大院门口站岗 是最无聊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遇得过或听得过什么敌人 企图这个进入这个大院的情况 况且我们这些港哨连子弹都没有 因为怕这个士兵这个用子弹造反嘛 所以要真有人攻击我们 我们也只有一支空枪 基本上没用啊 每班港俩小时 就既累又无聊 所以我就把这个站岗叫做慢性自杀 没想到呢 这毛的去世使我不在站岗了 有一天 这个政治部宣传处的毕文成干事 来到连队 指明要我回去 为这个追悼大会画一副 毛泽东的巨幅遗像 可是不管对毛的去世是毫无准备 但是也没办法准备 这个毒栽者是不准备后事的 当然他身边的人天天喊他万岁 他更不敢准备他死后的事了 追悼会上一定要用黑白像 但当时呢 全中国无数的毛像啊 那都是彩色的 所以我就被征召回去 连夜这个敢画一副 巨大的黑白的毛泽东遗像 好在这个9月18号的追悼会上用 画毛像不难 在毛时代 这个搞美术的人 大概没有一个没画过毛像的 毛的形象呢 也十分有特点 正面和侧面 我都是个仔细的研究过 这闭着眼睛 也能把他的特征抓住 当然了 我不敢随便乱画是吧 画毛像 是一件十分严肃和高尚的政治任务 那可马虎不得 如果出了错 那我可就不是回带队站岗了 那就被关起来 又别人站岗看着我了 在一张两米高的画布上 打成九宫格 按照上面发下来的标准像 放大 成为这个巨幅画像 这一幅画又没画好的时候 不好看 那万一领导来了 一看 这毛只有一只眼 那肯定不会高兴 对我印象肯定不好 所以我就采取这个 显影照片的方法 先把整个的这画的这个轮廓 他脑袋给勾下来 然后呢 把整个头像逐渐的加深 这样呢 这大效果就不会有太难看的 这个阶段 这个任何时候领导来看 都是一个 很这个庄严肃穆的毛 所以我画了一天一夜 终于画的差不多了 这个我也精疲力尽 退后几步 看看大效果 色调有点深 其实整个这个 我们这个军官这个院校 没有人懂画 所以谁也不懂技巧 除了我一个美术兵 别人也看不懂 到时候打两盏大灯 在毛线上色调不就亮了吗 所以我也没在意 过一会儿 这个宣传处 这个文艺干事碧文成 这个来了 这个我那画室 实际上是一个会议室 临时的画室 感觉 这个壁干事进来冲汗 小李话怎么样了 这壁干事嗓门高 音色也极佳 原来是著名的这个 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 和尚队的 后来因为和尚中老走掉 被调到我们这来当干事 我说还行 我回答着 我看不是还行 这壁干事说 这一听我就给吓坏了 我说这是不是他看出来 这个色调太深了 我说为啥 我看是很好嘛 壁干事真会开玩笑 我这松了一大口气 壁干事看我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 很高兴 从这个宣传处拿出珍贵的120 双镜头反光相机 来来来 我给你和你画的毛指级像拍个照 我当时是困得只想睡觉 也没什么兴趣照相 没等我回答 夸插 闪光灯一亮照好了 壁干事这个抢镜头的 这个功夫还不错 没想到啊 这张照片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天没有塌下来 反而给中国带来了机会 当时的中国 发生任何变化 都只能往好了遍 因为毛已经把中国折腾的 山穷水尽 不可能再坏了 1977年 大学恢复高考 则有录取 我又开始做这个上大学的梦 我从小啊 就立志上中央美术学院 那现在恐怕上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军队服役啊 没有这个选择大学的自由 有一点点 就是他给你什么 你就得报什么 我所在的这个军队单位呢 分到了四个大学名额 北京大学经济系 南开大学历史系 河北大学中文系 还有这个河北医学院 没有美术学院 所以我进北医学院的梦就破灭了 唯一的机会 就争取考上这几所大学中的一所 考第一的去北大 文革开始的时候 我才小学三年级 后来就根本没念书 现在要考大学还真是有点难呢 不过呢 其实我的这文史哲的知识啊 在附近的熏刀架还行 但数学基本没学过 可以说一窍不同 但也管不着那么多了 临阵磨枪 赶紧借来这个中学的数学课本 恶补 正好和我一起当兵的一个好朋友 刘京 数学极好啊 对我帮助太大了 所以我这经过这个 不顾一切的突击啊 居然在我们那个单位里边 考了个第一 就去了北大经济系 即著名的七七级 也就是这个1977年 中国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个级 四年后毕业 我又去考社会学研究生 又考了个第一 获得中国教育部给的 这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 要不是毛的去世 结束了激进的共产纪统治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